找一下,因為我其實雲端上面蠻多東西的,有空我就把它弄一弄,這邊有個補充資料 然後剛剛有同學問到軟體設計以期 因為目前通過人數應該記得大概差不多十個或者十幾個 大概開辦十多年來,每年大概只通過一兩個 所以如果你可以考得過的話,因為他沒有題庫,他也沒有範圍 所以去報名的人就是他出什麼題目,你就要做得出來 這應該是神人等級才有辦法通過 他就是出個題目,天馬行空的題目,你沒有範圍怎麼考 然後他選擇語言可以是C++或者Java,兩種,你可以任挑選 那沒有假期啦,目前軟體設計,軟體領域還沒有假期的 沒有假期,因為最高就以期了 所以設計類要有以期通過的話不容易 不過國家考試這部分就是,他的題目其實更換的速度不快 比較有時候還是有點跟不上時代的潮流 但是基本上那個基礎的東西都差不多 所以像我們以這個秉級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有幾題,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就是簡章嘛 然後有一些修訂,一些規定原理原則大家看 裡面題目部分這邊有,他們流程看一下 那題目的部分這邊有幾題,各位可以看這邊 有兩站,你要通過第一站之後 你才可以去參加第二站考試 第一站就是做一個回文判斷 什麼叫回文判斷 比如說你也可以寫一個User輸入一個回文 比如說什麼叫回文,他如果輸入1234567是回文嗎? 不是,那如果12321是不是回文? 從左邊念過去跟右邊念過來,結果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回文 有沒有12321嘛 你從左邊念過去跟右邊念過來都一樣的話 就是true,反之就不是false 所以你也可以寫一個嘛 比如說我們JR Japan input,然後讓User去key Key一個結果之後跳出一個是回文,不是回文 就這樣子嘛 那要怎麼寫呢?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對,你可以看什麼方法 就是讓它轉過來轉過去 然後兩個比對,只有equals 相等的話,那表示是true 反之就是false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但是要怎麼寫 就是要動動腦子 剛剛有同學問說 韓式庫怎麼理解 就像這個部分是一定會用到字串的部分 所以字串裡面有個string 你們書裡面應該都有在11張裡面就有 11張就有了 11-6-2 就是一個string class 其實這裡面就會有一些 這個string類別裡面的使用的重要的方法 其實說真的,Java裡面的韓式庫太大了 你不可能 即便我們用了很多年 但是也不可能全部都非常了解 所以你要掌握就要掌握最重要的 常用的你一定要懂 但是不常用的 你如果剛好用到 你還是可以藉由它的方法 比如說我跟各位講一些方法 點下去它會有些參數 你又給它應該要的參數 至於傳達一些參數 它會有些說明 底下的說明 你就照說明 這樣來給它它要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太困難 有沒有 因為它原理原則都一樣